真的很抱歉 在推動市政的過程裡面 大家可以說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首先要代表所有的市民朋友來感謝大家 在疫情的時候尤其令我感動 疫情來得很快 一下子從北部地區蔓延到幾乎各縣市 都有疫情傳出 也因為我們所有的同仁不分局處 大家全部都動起來 大家彼此的互相的資源協助 讓我們高雄在整個疫情裡面 我們有空港海港還有很多的漁船等等 有那麼嚴峻的一些挑戰 我們能夠順利度過 可以說成為不管是在歷次的民調 或者是市民對我們防疫的一個滿意度 都給予我們最高的評價 那這個其實都要特別感謝大家 我們都會針對師傅所屬各機關跟學校的 GEO的最基層的職工人員做的一個表揚活動 那總共是從9000多位基層人員當中 排選出來50位表現GEO的同仁排頒獎 那除了我們有製作一個精美的獎座之外 我們每位也有一萬元的獎金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這個頒獎活動其實應該在年中 就是中間的時候就應該要舉行 那不過因為疫情 市長希望說能夠親自頒發獎狀 更鼓勵這些繼承員工 所以才一直等疫情比較緩和的時候 到年底下來主辦 那這也代表了市長對所有基層員工的重視 那請問那個處長 就這次的獎項 這個是哪一個層級的公職人員 這一次是針對市府 跟所屬機關學校最基層的工作人員 就包含一些職工跟臨時人員 這個其實是跟市府 另外會有一個模範公務人員的表揚 跟市府是不太一樣 這些是針對我們最基層的員工 那其實他們也是平常比較不容易被民眾看到 可是是最 我們市長府所有最基礎的一個力量 就像每一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小樓使命 所以這個每年都有嗎 對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 對 我們每年都會舉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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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